以前我的师公燦工 他都劝人家一定要礼服 因为他的礼服 他从礼佛上面得到的体会很深厚 非常的深厚 所以以前好多人遇到好多问题 都跑来问我师公 怎么办怎么办 结果我师公都常常淡淡地跟他讲 你回去拜佛 可是他还是继续找其他人 问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问来问去 他就是腰弯不下来 你要弯不下来 那你谁来救你 你就是腰弯不下来拜佛 就是弯不下来拜佛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做不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 前几天有一个往生 跟我算是有点认识 因为他很发心佛教 在护持三宝 可是最后癌症往生 那么他往生前呢 我一直劝他要拜 赶快拜佛 他一直不拜 他功课都没做 功课他都没有做 可是呢 他护持三宝 他有在护持 也算是有点发心 可是呢 这个呢 自己私下的功课 一定要给他去做 你才能够颤掉一些业 属于你自己的很多业 才有办法 这不是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业上来的时候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你会真的是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你的身心业绞在那里的时候 那个 没有地方跑的啦 没有地方跑的 对啊 良好宝灿不是常常讲到吗 你能够到哪里 逃掉你的因果啊 天涯海角 哪里逃我们的因果 哪里逃得掉 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以前证悟的祖师 有些证悟的祖师 死的时候也要还债 死的时候也是要把这生命 舍给他的冤情再做 像那个 那个 我们的木剑年不是给石头压死吗 他也知道 他也自知 自己知道过去生根 这个外道有恩怨 他也要去 了这个业 他也要去 了这个业 所以我们 一定要赶快 消业障 要消业障 这个很重要 那么佛呢 阿难 阿难呢 他的相貌也非常的庄严 相貌非常非常庄严 那么这个摩登前女曾经对佛讲 他说 我见到阿难 全身四肢都没有一样 我不喜欢的 是因为阿难他长得太庄严了 所以他叫做无懒 没有懒着的懒 无懒 因为他是佛的侍者 所以随着佛到天宫 龙宫 皇宫 可是呢 他对五欲之乐 心无懒着 过敏无懒 那是后来阿难 从摩登前女那次以后 他的心 就更无懒着了 经过那次考验以后 他做佛的侍者 二十五年 对佛四十五年的说法 没有一致忘掉 所以大家设尊者就赞叹阿难 佛海大海水流入阿难心 佛路灭后大小圣经典 都是为他为首而解挤而成 阿难还有一个特别的一点 女众的出家中要感谢她 因为是阿难带到比丘尼 她的姨母 去跟佛求情 希望佛能够让女众出家 佛也允许了 所以她是一切女众出家中的大恩人 我们现在看下面 罗侯罗 罗侯罗 罗侯罗他是称为副藏 八十二印 八十二印 罗侯罗他是秘形第一 在他的弟子当中 他是秘形第一 那么为什么他称副藏呢 这里有讲到 我们稍微看 第一个他是丈夫出家 第二个 藏母得棒 棒由由子 故言副藏 为什么藏母得棒呢 因为我所看到资料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阿难 阿难本身 他就是 不是 这个罗侯罗 这个罗侯罗他在 他怀孕是怎么怀孕呢 是佛要出家 佛要出家离开 离开他的皇宫 他爸爸进犯王就跟他讲 你还没有小孩你怎么离开 不然我的王位怎么办 我的王位怎么办 阿佛还是要离开 可是呢 佛就跟金焕王讲 就跟他讲 他说那个 那个 那个 佛的太太 佛的太太叫什么 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 他就指着耶稣陀罗的肚子 就说他已经怀孕了 耶稣陀罗已经怀孕了 那这个耶稣陀罗很压抑 我怎么怀孕了 因为他们是佛犯行 耶稣陀罗就这样怀孕了 这是有点神奇 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 只是耶稣陀罗 他就怀孕 但是呢 他怀孕居然 怀孕六年 没有把他生下来 所以呢 别人就怀疑 就怀疑 怀疑 这六年之后才生 罗罗 本来人家是不是一年之后 才能就可以生 他六年之后生 那么这六年之后的小孩 到底是谁的 大家就很多话就会讲 就会讲耶稣陀罗 后来耶稣陀罗呢 他也 他这也有一小段故事 不过呢 大家就是后来大家就解开了 这个疑惑 那么这个罗侯罗呢 他出生之后 出生之后 这个敬范王他不许可 出生之后 罗侯罗出生之后 这个佛呢 他来到 佛城道之后 他就来到这敬范王的地方 那个来看他爸爸 好 来看那个敬范王 但是呢 那个佛多那个罗侯罗他出生之后 他也慢慢长大了 长大之后 罗侯罗他也想要出家 那敬范王他不可 不许可 这个母亲耶稣陀罗就把他放在高楼上 穆金连就飞来 飞空来取 佛呢就读他出家 穆金连飞到楼阁上 把这个罗侯罗取出来 就是带罗侯罗出来 来出家 来出家 那他出家之后是以色列 作为色列佛的弟子 作为色列佛的弟子 当然他出家之后就不能做国王 这是罗侯罗的一段小故事 但是罗侯罗有个最重要的 他今生当中有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 他是密行第一 因为他本身的修行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罗侯罗出家之后 他蛮用功的 可是呢他都没有正道 都没有正物 都没有正物 他就跟佛讲 这82页的倒数第二行 就跟佛讲 说佛啊 我还一直没有办法正道 不知道怎么办 佛就讲说 你有跟人家讲经说法吗 佛就问他 所以你有跟人家讲经说法吗 那么这个 这个罗侯罗呢 他就答 没有 我还没有跟人家讲法 佛就说 当为他说 待其说境 佛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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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十二路 佛十八戒 为 佛说十二路 十八戒 为 你有讲十二路 这个法给人家吗 有讲十八戒 这个法给人家吗 这个罗侯罗呢 你说 未有 我们有讲 我们有讲 那 那佛呢 就说你当为他说 那么他就又去跟人家讲 那佛讲呢 说法是得道之门 这句话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为人说法是得道之门 若欲得道 当为他说法 所以如果你们本身想要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在自己的修行的层次上 往上提升 一定要常常为人说法 为人讲经说法 我们当然不太可能说 就是坐在台上讲经 私下常常劝人家说法 这也是很好的 常常劝人家 这个 这个 学佛 然后常劝人家为人说法 这个是好的 罗罗就因此广为说法 经 然后得道 然后他就正道了 既得道 见爱阶段 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 罗罗现在还在人世间 还在人世间 还活着 我们看下面 佛赐奇 这第二行 八十三页第二行下面 佛赐奇共四大阿罗汉 不得入命 有四个阿罗汉 你不能入灭 须等待我法灭尽 十可念盘 犹是注释 余今尚在天上人间 那四大阿罗汉 第一个 摩赫加色 第二个 冰头普多罗多 尊者 就是冰头如尊者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前面 那个桥饭 波提 桥饭 波提就是那个牛寺 他吃饭像牛一样 这个牛寺 桥饭 波提 再来就是罗洪罗 这四个阿罗汉还在 摩赫加色他的任务呢 就是把佛的一波交给下面那尊佛呢 就是我们的弥勒佛 冰头鲁波罗多尊者是为了要让后世众生来接受供养 接受供养 那么这个桥饭 波提跟罗洪罗 我就不太清楚了 应该也是类似 要给后世的众生 众父田 所以我们这里讲 由此可知 为佛地子欲的道果 必须为他说法 必须为他说法 因为他说又必须自己深入经账 善解义趣 更要依法修习 你身心体悟 唯有这样才能自立地他 看作人天师范 愿意诸同学共名字 这是最 这是最后一位 罗后罗是最后一位 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 他这里没有讲出来 比如说周历盘托窃 周历盘托窃 大家知道吗 他就是扫地扫地扫心地 这位周历盘托窃 我常常在想 现在的人他都用背景 明片 明片上面不是有经地吗 来看一个人 那么这些阿罗汉如果在人世间 他不知道要摆到哪里去 为他摆到哪里去 人家能够知道他是善知识吗 看不出来 光是乔饭扑体 他吃饭这样搅啊搅啊搅啊吃饭 人家就不喜欢他了 那光是那个碧灵且不错 他说起话来就那么 比较有习气的说话 人家又不喜欢他了 所以我们常常眼前漏掉很多善知识 常常眼前会漏掉很多善知识 所以有智慧的人 你要看出这个人真的是善知识 我们要有这种眼光 有智慧的人 你要用心 有些善知识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不要只看外表 像周历盘托窃 那更没有办法 更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你要说去认同他的人 可能不多了 我跟出家众 我跟出家众算接触非常的频繁 非常频繁 其实我感触也蛮深的 现在的人真的业力 真的是越来越重 我的感觉实在是这样 因为有一些出家众看起来好像 他蛮用功的 可是外表看起来不是那么奇艳 那么奇艳 可是呢 如果以他用功的深度 事实上他已经可以有足够的人力 可以帮众生解决一些基本问题 解决能够帮助到许多众生 但是呢 很多人他就看不出来 他也没有办法跟他解善缘 所以可能是他的众生缘也不够 众生缘也不够 可是如果说 如果说一个善之士就在眼前 大家就这么错失了 我心里也是觉得也很可惜 也是很可惜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您在各个寺庙 不管遇到哪个出家人 他有修没修 不要用你的眼光去看 不要用我们的标准在判断 不要这样 恭敬心就好 你就自有这个利益会出来 自有这个利益会出来 他的修持 一个人只要他稍微老老实实的 有在修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 可是呢 他能够穿了这身衣服 就非常不简单 就非常不简单 那这个人世间三宝的福田 能够在人世间还能夺久啊 末法时代也是很快的 能够把握大家还在学佛的时间 多去寺院 去协助政治正见的寺庙 我们现在最近七月份快到 各个寺庙都要有超度法会 各方面的法会 我们也不要去排斥法会 不要去排斥法会 有些人他讲清说法 我会认为说 法会是佛多时候没有的 佛多时候没有大悲惨啊 佛多时候没有两碗宝颤啊 有些人就会就 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排斥法会 其实这是很不对的 很不对的 这个 这些颤的内容 他帮助众生是非常大的 只是因为现在把他 那种金钱化的色彩太重 这一点是让人家会有诟病的地方 可是事实上他能够利益到许多的众神 能够帮助到你的祖先 能够帮助到你的冤亲在主 还有让我们自己的业也在颤 业也在颤 所以多去护持参加 以及帮忙做义工 这都是需要的 这都是需要的 你知道一次法会 比如说大悲惨 或是办什么 诵经 诵法华经也好 诵金刚经也好 或是普门品也好 一次大众诵 那有多少的众生得到帮忙 对不对 非常有形无形 所有众生都得到利益 那么你坐在那里诵经 坐在那里诵经 你就跟这个许多的众生 都集到很好的善缘 那你师父未来贵人就很多 我们常常 有人常常讲说 师父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去做善事 现在善事不知道怎么做 我说你在那里 在那里诵个经 你善事做的可大了 可大了 因为你帮助一个孤魂 能够脱离三恶道 那你是不是帮助力 非常大 这必须要花到什么钱吧 你只是一个精神 一份诚心 在那里好好的把这本经 好好的送完 所以你到寺院写牌位 千万不要只是写牌位 不要这样 你要亲自去送 很诚心地坐在那里送 你不是只有跟你自己的 祖先冤亲在主 或是你想超度的众生 结善缘而言 你还跟其他本来没有缘分的 都结到有缘分 对不对 本来那一场法会下来 不是只有你写的牌位的众生 跟你有缘 你其他本来没有缘的 这些无形的众生 因为你这样送一个经 就跟你结善缘 你都帮到他们 都帮到他们 好 所以这个 这个 超 这个 这个 七月的这种超度 以及其他时候的各种 送经 帮忙的法会 其实对人世间的帮助都很大 都很大 这些孤魂野鬼 以及许多业障重的恨死的 各种众生都需要 都非常的需要帮忙 所以你们最好实际去参与 然后真的付出一对 我们常常讲 我不知道要对人世间做什么 贡献 这就是贡献了 我这贡献可大了 在那好好送一部经 贡献就非常大 贡献就非常大 好 好 我们现在看下面 负有学无学二千人 有学无学二千人 这一点呢 我们就看这个 八十四页的中间 一二三四五六 中间 好 有学无学 我们以大圣的解释 好 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行 好 第八行 值得人皆是大全四限的菩萨 这七地以前为有学 八地上为无学 好 如大波罗经所名菩萨 有学无学地 好 我们这里 来以这个大圣的这个解释 是七地以前是有学 八地上为无学 好 为无学 好 我们看下面 摩赫波舍波提比丘尼 与眷属六千人聚 与眷属六千人聚 这个呢 前面讲完阿鲁汉 聚解脱阿鲁汉 跟其他有学无学的人 有二千人 前面提到 除了 除了聚解脱的阿鲁汉 有提到名字的 那么所有有学无学的 有学无学的就有二千人 那么下面 摩赫波舍波提比丘尼 与眷属六千人聚 摩赫波舍波提呢 就是大爱道比丘尼 我们常常讲叫脚坛米 脚坛米 那么她呢 是佛的姨母 就是养母 因为佛一出家之后 她母亲就往生了 就往生了 所以呢 她的父亲 敬范王 又娶了一个太太 就是摩赫波舍波提 这位姨母 后母 养母 那么据大报恩经 里面就讲到 脚坛米求出家 佛不听许 悠悲苦恼 急出起源金色 悲泪满目 阿难见知 乃白佛言 阿难看到 这个脚坛米想出家 阿难就 彻隐心就出来了 就跟佛讲说 脚坛米是大圣灵 是佛的姨母 他养育如来 因为他养佛 养到佛出家为止 于佛有大恩 如来尚许一切人 入佛法中 况于母人而不听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对这个 他的恩像母亲一样的恩人 却不听许他出家呢 佛呢就讲 若听女人入佛法中出家 正法当捡五百岁 正法当捡五百岁 故不听许 这些女人入佛法当捡五百岁 这个许多地方 现在很多女众他会有意见 他会有意见 怎么会 正法当捡五百岁呢 正法当捡五百岁 这个很难解释了 这唯有佛能知 我有佛能知 阿难从百岁佛言 过去诸佛皆具四众弟子 世尊独不俱也 为什么过去诸佛都有男众女众四众弟子 为什么世尊独不俱也 佛呢就告阿难 如果教堂名仁修八境法 就听起出家 这个所以女众出家呢 她要有八境法 大爱道文以百佛言世尊 愿不有律我当奉行 假使上 假使上命亦不退失 又请云未来世中 有善女人 信要佛法者 唯愿听许入佛法中 佛言善哉 若有女人护持佛法 修学 解释多文 其诸善法者 皆细听许 大爱道出家正果后 女众出家者日多 皆依大爱道为和尚 和尚尼 这应该加个尼 和尚尼 因为我们现在的语气 是称和尚尼 所以她率法卷 尼众六千人 共同参加听法华经 这是我们提到的 摩赫波舍波提比丘尼 这个女众 正法当检五百年 这个应该是指 这个女众她在先天上 这是大部分 少数女众她是蛮像男众的 有男众的心胸 以及眼光 男众她本身 她的大部分 她是互相比较 这互相比较 比较起来 男众的确 她跟女众的个性 各方面她是不一样的 她是不同的 这个当检五百年 这个我是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佛陀讲的 应该有她的道理 这个大家自己 就可以慢慢去体会 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势来看 男众都不知道跑去哪里 男众 我们现场还有那么多男众 我都很压疑 我那里的男众是来的好少 来到我那里不是捡花 就是 都很少进大殿用功 真的 现在男众要用功的很少 但是进大殿用功的 都是女众多 都是女众多 这是一种感叹 所以男众要加油 现在时代 那天我也去 跟泰国的比丘 有勉励到 现在泰国人 他的男众 出家众也越来越少了 也有在 也有这种趋势 也有这种趋势 这个是时代的整个趋势 所以这个佛法 他也的确 我们能感受到 现在的人的业障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好我们来看八十五 罗霍罗姆耶稣陀罗比丘 一语眷属句 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一云华色 此云华色 一云明文 因为是罗霍罗姆 所以遗子标母 在家为释迦太子之妻 温良恭俭 得其太子 天人称赞 这是罗露 罗露的母亲耶稣陀罗 她的性情非常的好 温良恭俭 得其太子 天人称赞 这种女众在古代也就是不多了 也已经不多了 后来出家 亦为尼众之主 位居无学 也率其法眷 同来听法华 同来听法华 据悲华经说 耶稣陀罗于过去 宝藏佛所 寺院生生世世 为经释迦太子妻 就是悲华经讲到 耶稣陀罗愿生生世世 都是释迦佛的妻子 直到释迦佛成佛 直到释迦佛成佛为止 这个这是我们现在讲到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看八十六页 翻过来 八十六页开始讲 就讲菩萨的 前面都是讲 二圣的身文圣 都是讲身文圣 二圣的出家众 翻过来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菩萨 谋萨八万人 这个呢都是大菩萨 都是大菩萨 这个会在我们下次主要呢 就是我们讲的范围 都是讲我们的菩萨 最近大家有办法华经 有没有什么体会 没有可以跟我讲的 你们会有闪电 遗鬼不知道的 能够跟我提的 有疑问的可以马上跟我讲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我是很 我对于对经论 对经论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文字的 在文字上打转的人 但是呢我很喜欢读经书 读经 慢慢的看 慢慢的研究 但是因为十年来的生病 让我彻底体悟一点 你真的得用功 真的得用功 你没有其他路好走 你不管你生病没生命 只有一条路就是用功 赶快消业障 唯有消业而已 在这个我们修行 只有消业 夜净晴空 夜净就是晴空 就是这个乌云就散开 业障消了乌云就散开 好 我常常常常常最近 好看一些新闻报导 真的越来越感受到一些 众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那忙的东西都是忙自己带不走的 一辈子 这些都带不走 然后一辈子时间都忙一些带不走的 就这样就过去了 就这样就过去了 然后要出家又不下定决心 然后要修行也没有恒心 也没有那种 我要 我就是一定就要这样子 好好的 把在家 如果没有出家 你的姻缘是在家 就好好的把在家的 修持的深度 把它越来越深 不是只有说 就是一定要给自己勉励 给自己勉励 不管是我们讲戒定慧 在戒上也要勉励 好 然后呢 在忏悔业障 急去之良 修行不是急去之良 忏悔业障吗 这两个吗 好 一个是急去我们的善根福德之良 一个是忏悔我们累世的业 忏悔我们累世的业 那这些呢 累这些呢 都要靠我们 很用心的 去下定决心 要去做 这次有一次 有个小朋友 有个小朋友 我去回去 我师父那边 有个小朋友 跟我发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 我 我要回去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 吃素要持久 吃素啊 因为我劝他们要吃素 我劝那小朋友 你要吃素 以前在我儿童下令 小朋友常常被我 被我的这个 被我一直劝说 回去常常维持 一段时间吃素 常常这样 小朋友 常回去一段时间吃素 那 这次呢 有个小朋友 他问我 师父啊 我回去 要能吃素 要吃多久 或者 那个要怎么样 能够维持到很久 因为父母亲可能会 劝我要吃婚啊 因为会这样 但是我就劝你说 我讲我的例子 我那时候在陆军一队 我当兵的时候 是当陆军一队 我一进去 陆军一队是操练 那时候二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的操练是非常 非常严格的 那时候打兵都还有 那时候都还有这种情况 那现在是都改善了 那时候很严格的 那种严格的状况之下 我是陆军一队 六十七年以来 六十七期以来 第一个吃素的 第一个敢吃素的 在里面敢吃素的 敢吃素 我那时候当兵前就吃素 我去当兵 就打算当兵 回来就要出家了 我在里面 我就坚持吃素 他们都轮流来 来要求我 骗我 说善知识都告诉我们 可以方便 在部队里面 方便吃没关系 我都还坚持 我要吃素 坚持要吃素 那我就是 这些必须要来真的 要来真的 你做事情要来真的才有用 不要来假的 讲讲而已 不要这样 要来真的 那我那时候决定要吃素 我大学要决定吃素的时候 那个我妈妈呢 本来听我说要吃素 有一天我回去跟我妈妈讲 说我要吃素了 我妈妈都跟我笑一笑 也不讲话 隔天早上就拿一个鸡腿 放在我前面 然后那个 我也跟我妈妈笑一笑 我就没吃它 我说我跟我妈讲说 妈我还是吃素 我妈还是笑一笑 第二天 她还是一样 准备好多好吃的 万轮猪脚啊 什么都有 我妈妈还是准备 我还是笑一笑 我妈妈看我还是笑一笑 她又开始紧张了 不敢笑一笑了 结果开始 就跟我讨论 我就跟我妈沟通了 一年才出家 一年出家 光是跟我妈妈沟通 就花了好多时间 我妈要请牧师来我家 牧师跟我讨论 结果牧师被我打败了 牧师他就讲书我 他就 这些都要怎么样 要来真的 要来真的 你这条路上没有什么 你只要知道这是 这个是对的 因果 因果就是这样 你还有什么路好走 你就是体会因果 切实的在戒定会上 长期的熏羞 然后听经文法 然后解形并重 就是这样 一路上就是这么清清楚楚的 很简单的 这个道理不难 就这样只是 要来真的 只是要来真的而已 不是讲一讲 说一说 比如说 五庭新关里面 不进关 你就真的要来真的不进关 你要真的用心去修 不能说还是这样子 财神明十岁还是在那里打转 要来真的 要来真的 你真的是观想 这个所有的 我们的臭皮狼都是臭皮狼 是真的是臭皮狼 要真的用心去 去去修持 就是 这是 给自己勉励是这一点 那么我们要观世界无常 你要来真的去观 要来真的去观无常 你这样子才有用 不能说我只是 我只是 在这里这样子听一听 回去还是有常 我说的有常 不是佛性有常住那个常 佛性常住那是很深的常 大家回去还是执着 执着太多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 给自己勉励 虽然我们 是凡夫生 包括我都还是 庸庸老老 但是呢 给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要求 在我们做得到的范围之内 再稍微要求多一点点 然后继续再去 体会 体会这个苦空无常 体会各种 佛都告诉我们的许多羞耻 用心来真的放在心里 真的用心往前踏出去去做 比如生口一三叶 我们要守好 我们真的的口业就不要烦 口业害死人 口业真的是 人前人后都害到很多人 所以我们 是不是这些都 全部都要来真的的给他守好 来真的要守好 不要来假的 我就跟小朋友讲 你就是要来真的 回去跟你父母亲沟通 我要来真的 小孩子我常告诉他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往往爷爷会听你的话 妈妈不见得听你 可是爷爷会听你的 爷爷 他会度得了爷爷 往往小孩会度得了最老的 这是我常遇到的 常常遇到 有些爷爷都讲说 我那小孙女教我什么 然后我大概就真的做了 就真的做了 要很用心的 去放开我们的步伐 来诚心的来用真的心去走 用真的心去守 这是跟大家一起共缘 其实这个经 这个经 讲深是很深 讲浅也很浅 这个经呢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聚会的一个因缘 一起共同勉励 这个修行的一个因缘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课里面 大家在这一点上能够互相多勉励 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呢 跟大家 我看到隔音联币上的一段话 觉得很不错 我有时候会把隔音联币拿出来看 拿出来看 这段话蛮好的 跟大家一起勉励 一起勉励 这也是 这个就比较细微了 给自己一个要求 一能 大家就听我讲就好了 把他精神掌握住 这是在隔音联币第28页 第28页的话 隔音联币 各个隔音联币的页数 好像都差不多 这是第28页 一能胜与君子不可 无耻小心 无何未彼 丈夫不可 无耻大致 他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说 当我们放逸自己的时候 放逸自己的时候 我们人生 我们人生 如果说 人生最不幸的地方 是什么呢 最不幸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稍微讲错一句话 在人前能够稍微讲错一句话的时候 居然祸害没有来 对不对 我现在可能我失言 我讲话失言 居然果报没有来 果报没有来 是不是下一次我就觉得没什么 就继续讲错 大家懂意思吗 就觉得说 没关系我这个小错 还好上次这个小错 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发生什么事 那下次就 你要犯错就可能就更大 所以一旦我们察觉自己失言的时候 假设给自己 一个宽容 又忽略过去 觉得没什么 因为祸害没来嘛 对不对 没有发生事情 那这时候呢 就原谅自己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是人生最不幸的地方 人生最不幸的地方 就是人生最不幸处 是偶一失言 偶而一个失言 而祸不及 祸没有来 这就可怕了 偶一失谋 而是性沉 偶而一个疏忽 偶而一个疏忽 就是我在计划这件事情 中间有一小段 我疏忽掉了 但是居然这件事情又成功了 居然这件事情又成功了 偶一自行而获小力 就是我偶而一个 一个放纵的行为 而居然获到 获到这个 获得这个利益 获得利益 比如说我偶而去投资什么 那居然得到小利益了 就是本来不应该这么做的 那我确许怎么做了 那就获到小利益了 后来视为故常 我们把刚刚所讲的那几个 偶而都怎么样 而居然都没事 然后得到小利益 我们把他当成平常 本来是应该要警觉的事情 结果没有发生 我们都把他当成平常 恬不为意 还把他当成 就是就不会去注意他的 就认为不重要的 这拜行尚简 莫大之患 由此生已 这是拜行 就是我们失败的拜 行为的行 拜行尚简 这个我们的勤简 持家的勤简 就丧失掉了 上简 拜行尚简 莫大之患 非常大的患烂 就会由此而生 就是由此而生 这是我刚刚要跟大家讲的 有一段我是没有念 我是把解释讲出来的 白话解释讲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察觉到自己 哪些小地方不对的 赶快改过来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 我们在运作一个过程当中 有一点小失误 那居然这个事情还能够圆满 我们就还是要检讨 不要因为事情成功了 我们就不检讨了 还是要检讨 然后我们一点点放异的行 一点点放纵自己 去做的一些事情 而得到小利益 我们就认为 这个放异放纵是对的 那就不好了 那就不好了 还是要检讨我们的行为 这样做对不对 这样做对不对 这是跟大家勉异 大家听得懂我讲的吗 听得懂 跟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段 我今天看到这里 觉得很有意思 觉得很有意思 以前看过的 现在在翻 又更深的感触 大众请合掌 谢谢大家